本期改采用举手表决 立法院长韩国瑜破天荒采用举手表决 就怕蓝营立委一离开主席台按表决器 就会被绿营立委包围 但立法院上回采用举手表决 已经是1989年的事 哀哄民主倒退35年 他们把我们的国会要带回到35年前 用了一个跟人大一样的方式 他们恐怕进到立法院来 也从来没有受过举手表决的训练 所以几乎你看到这些医生员在数的时候 他们很难真的数清楚 议场内几十只手 一眼看去眼花缭乱 民进党就发现人数轻点根本不对 人数轻点根本不对 人数轻点108 我驾出去外面都跟我说一驾108 怎么点的不知道 表决过程被质疑 而且后来多位立委送一后 议场剩下98人 蓝白夹起来只有49人刚好一半 表决没有超过半数 韩国瑜还使出这招 未过半 现在进行反表决 绿营立委林楚英质疑这是哪招 国民党则搬出议事规则 强调举手表决时没有超过半数 应该重新表决 并以多数决但韩国瑜主持的争议可不止这个 因为就在沈柏阳重衰送一之后 第一位请沈柏阳委员发言 沈柏阳委员要三次不到场 从举手表决到点名发言 韩国瑜当院长以来首次面对立法院的严重冲突 这样的处理方式就不知道社会能不能接受 女士新闻综合报道 MOD自由选自选50自选20 赶快加入民事新闻台